治病而入院,反而感染到抗生素也没有办法治疗的顽强病菌MRSA 这个现象已经造成令人头痛的社会问题了 今晚,我们将为您报道电解分离产生出来的强酸性水 被医院用来对付MRSA病菌的现场实况 等一下,我们要用营养素穷脂检查细菌 临床检查课的村松纪市长 使用按压式的培养皿,采收细菌的检样 很令人意外的,这个运餐车的轮子上面曾经被检查出有黄色葡萄球菌 也就是MRSA 所以,现在我们日夜都在检查以防再度发生 幸好,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MRSA MRSA是连抗生素都对抗不了的耐性黄色葡萄球菌 繁殖力超强 会附着在鞋子,人类的鼻子,口腔,手掌心,四处游离 所以医院才要这样频繁确认细菌的存在 如果住院中免疫力较差的老人 手术后缺乏体力的病人 不幸感染到MRSA的话 就会并发肺炎或者是器官感染 由于唯一依赖的抗生素无法对抗MRSA 曾经发生许多病人因此而死掉的例子 许多养老院和医院为了如何对付这个细菌而伤痛脑筋 正好这个时候,有些医院得知 加盐以后电解分离产生的强酸性水 可以杀死MRSA细菌 已经开始正式采用酸性水来对付MRSA了 这位医生所做的工作是从各种角度来研究酸性水的杀菌效果 病毒方面呢,我做的实验结果是强酸性水可以瞬间杀死泡疹病毒 还有感冒病毒等等 这个为了医疗机构而开发出的电解机 分解出来的水跟普通家庭电解机的酸性水不同 除了本身是酸碱质2.5的强酸性水之外 还带有1100毫巴氧化还原电势的电力 这种水为什么能够杀菌呢? 请看这张图 粉红色部分呢,是各种细菌可以生存的范围 如果碰到2.5的强酸性水 这个范围的细菌就会死掉 如果再加上氧化还原电势加工 含在水中的溶解氧、溶解氯 也会帮忙杀菌 强酸性的水真的能够杀死MRSA吗? 我们使用这个可以加水观察的特殊电子显微镜来确定 可以看到很多圆圆的颗粒 这些就是活着的MRSA的样子 好了,把强酸性水加进去 你看,画面上本来有圆圆的颗粒 滴入酸性水以后 已经看不见圆圆颗粒的影子了 这是因为MRSA碰到强酸性水的上纳间 马上就被杀死了 这个是洗手装置 留着是强酸化水 让我们在治疗病患的时候洗手用的 这是奈良县利医学大学附属医院的ICU 集中治疗室 看到整间房间都是重伤的病人 令我们的脚步不禁沉重起来 仔细一看,我们发现每张床的旁边 都有设置一台流出强酸性水的洗手机 而且护士都很仔细地在洗手 护士还很高兴地说 洗这种水可以保养皮肤 MRSA的并发感染 在我们医院确实曾经构成了问题 厨房确实曾经检查出来 但是今天由于使用强酸性水 处处地设置洗手装置 所以MRSA所引发的问题 已经完全有效地防止 我认为这是可以断言的 请问这是什么 这是酸性水 哦 我们使用强酸性水来拖地 使用培养敏来检查 现在已经完全发现不到MRSA了 长野县的伊田医院也使用强酸性水 这里的病床数有540张 光是每天进进出租医院的人 就多达2000人 MRSA的吸进吸出相当令人担心 完全找不到吗 找不到 我想MRSA跟一些其他的杂菌 都被酸性水给杀死了 请看这张底片 右边是用蒸馏水清扫的地板上采样的 左边是用强酸性水清扫的地板采样的 请比较一下 很明显的你已经了解左边完全没有MRSA的存在吧 这家医院彻底研究强酸性水 在确认强酸性水对于MRSA的杀伤力之后 整间医院马上把强酸性水拿来 替代消毒药水 请看一下 这是巨型护肤手术房 连这里面也是用强酸性水来打造的 如果手术房里面有MRSA的话 一定会引发医疗意外 造成大问题的 所以啊 我们才使用杀菌力强的强酸性水 那请问使用效果怎么样呢 相当的好 使用效果非常的好 我用培养名检查 全部都是阴性 不仅是如此 连检查室使用的试管 病人使用的餐盘便器 全部使用强酸性水来清洁 床上使用过的手术衣服 浸在这种水里十分钟以后 方如和一般义物一起清洗 也不会引发问题 最初对于这个强酸性水 老实说我也是半信半疑 用了以后才发现 效果的确非常的显著 因为保健所 以这是一时的流行为由 不承认 所以我们才转而向卫生署申请 已经得到批准当药材使用了 希望全国所有的医院 能够尽快的采用 这样对于防止医院内的病菌感染 以及对抗MRSA方面 应该会有所帮助 这是我的想法 好厉害啊 是 使用消毒药水的话 洗了以后手一定会受损 变粗糙 想不到酸性水竟然这么好 是 水毕竟是水嘛 有杀菌力 而且没有副作用 这点是很好的 以上为您报道的是 电解分离产生出来的 强酸性水治疗和杀菌的效果